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難看 好了,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就是練到這裡為止 明天就緊緊張子了 我們就快要比賽了 師兄, 劉師 各位同學再見 劉師再見 孫老師, 這多點腳踏下來 孫老師, 給我們腳踏下來 孫師文, 你不要再打了 你先走了, 我們有事想跟你談 他們一定是說我這麼瘋, 很醜 我也不想的 你找我甚麼事? 阿文, 我跟朱老師 都覺得你在合唱團裡 投入的唱歌, 我也很感謝你 不過阿文, 人家會長大的 當男生到達青春期之後 就會開始轉聲 那聲音初期 會變得不穩定的 是呀, 那時候男生會比較難 跟其他人合聲 阿文, 我們都覺得 你現在已經踏入了這個階段 那聲音開始轉變 所以你似乎很難參加 合唱團的歌唱比賽了 別不開心了, 阿文 等你那聲音穩定之後 就可以再唱一頓 我跟朱老師都很希望 你可以繼續留在合唱團裡 幫我們做聯絡的工作 好 就是這樣, 我就沒得參加下個月的歌唱比賽了 那豈不是很不值得? 看來你練了那麼久 阿文, 你上個月還沒變聲的 怎麼會突然變聲的? 當然有其他問題 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 我以為老師不喜歡我的臉生暗瘡 所以就不讓我參加歌唱比賽了 一定是這樣, 那你怎麼做呢? 我去看醫生 醫生, 我臉是不是發炎? 是不是很嚴重的? 你只是生了多少暗瘡, 不是很嚴重的 讓我把藥膏寫給你 回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醫生, 那有沒有藥膏 查完之後也不會生暗瘡的? 有 真的有嗎?醫生 不過還沒製造到 不好意思, 我只是跟你說笑而已 你不要介意 對了, 孫志文, 你現在有多高? 大約1.5米左右 你以為你可以回到 兩歲時候的高度嗎? 那當然不行 那就是了 你會長高 因為這些是 人類成長過程所起的變化 同樣道理, 年輕人生暗瘡 也是成長過程 當人出生之後, 他就會慢慢長大 嬰孩漸漸變成小孩 到十二、三歲左右 小孩子就會達到青春期 變成青少年 之後就是青年 藏年再進入中年 最後就是老年了 人生就是由不同的階段組成 每一個階段都有它的特點 暗瘡可以說是 年輕人的特徵之一 由於年輕人的皮脂腺分泌特別旺盛 如果皮脂淤積在毛囊裡 再加上空氣中的塵埃污染 這樣就會形成黑色的小粒子 我們稱它為粉刺 或者俗稱黑頭 如果這些粉刺增大 刺激皮膚發炎 就會變成暗瘡 因為暗瘡多數發生在年輕人的身上 所以我們又稱它為青春斗 其實不單是暗瘡 青少年由於身體內分泌增加 還會產生其他的煩惱 例如是出汗比較多 而形成體臭 好嗎? 怎麼辦法應付? 最重要是注意個人的衛生 和健康的飲食 就要暗瘡為例 阿文, 你應該少吃一點 肥膩和刺激的食物 多吃生果、蔬菜 還有含有維他命A和B的食物 保持大便暢通 注意面部皮膚清潔 不要用手去擠暗瘡 妹妹, 不要用手去擠暗瘡 不會發炎的, 知道嗎? 有充足的睡眠 至於煙、酒就更不要擠手 暗瘡就會減少了 至於青春期的男女出汗較多 那就應該多點洗澡 經常替換衣物 保持身體清潔 這樣就可以避免有汗臭 有些年輕人的口氣比較嚴重 那就應該勤點刷牙 定期檢查口腔 還有要注意飲食 避免吃太濃味的食物 我請喝奶茶 對不起, 我不喝奶茶做甚麼 還有, 保持身心愉快也很重要 如果你越擔心和焦慮 你的暗瘡就會生得更多 你知道嗎? 我現在開點藥給你 不過你也要查一段時間才會好 要這麼久嗎? 是啊 那我一定不會參加歌唱比賽 參加歌唱比賽和生暗瘡有甚麼關係? 醫生, 你不知道了 因為我生暗瘡 所以老師不讓我參加歌唱比賽 不是吧?你先生這樣跟你說嗎? 那他有沒有說出聲 他只是說我的聲音變緊 所以不適合參加歌唱比賽 但是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這只是藉口而已 你們這些年輕人 總是喜歡亂伴古人的意思 其實你現在正在變聲的時期 不適合參加歌唱比賽也很正常 為甚麼你不相信你老師所說呢? 合唱團女美同學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紀 為甚麼老師不是我們變聲呢? 沒理由的 阿文,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每個人進入青春期的時間都不一樣 有些人發育比較早 有些發育比較遲 有些男生十二歲已經很高大 還開始生毛鬚 但是有些男生就要到十五六歲 才有這些變化 女生的發育都同樣會有差異 這個也是很正常的 你十二歲已經這麼高大 你應該是比較早熟 聲音比其他同學轉變得快 這樣也不奇怪 阿文, 其實每個人都自己獨特之處 我們何必每個人比較 多花點時間